小学生参加音乐培训的秘诀和建议 音乐是人类普遍的语言 也是小学生智力和情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许多家长都希望他们的孩子 能够接受音乐教育和培训 以提高他们的音乐技能和认知能力 然而对于许多家长来说 如何让孩子参加一次成功的音乐培训 却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本文将提供一些秘诀和建议 帮助小学生在音乐培训中取得更好的成绩和体验 二 选择音乐培训课程 一 考虑小学生自身兴趣和特点 对于小学生参加音乐培训课程 家长和孩子需要根据孩子的兴趣和特点进行选择 首先 要考虑孩子对于音乐的兴趣和热爱程度 这有助于孩子更好地投入到音乐学习中 其次 要根据孩子的个人特点 比如性格 喜好 音乐基础等方面 选择适合孩子的音乐培训课程 此外 还要考虑音乐培训机构的教学质量和师资力量 以确保孩子能够得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和专业的指导 在选择音乐培训课程时 家长和孩子需要共同商量 并充分考虑孩子的意愿和需求 以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 二 选择适合小学生的课程类型和难度 在选择适合小学生的音乐培训课程类型和难度时 需要根据小学生的年龄 音乐基础 兴趣爱好等因素进行考虑 一般来说 对于小学生而言 建议选择以兴趣为导向 注重基础和综合素养培养的音乐培训课程 可以选择比较全面的综合课程 或者选择一些针对性比较强的专项课程 如声乐 钢琴 小提琴等单独的乐器课程 此外 难度方面也需要注意 不要选择过于困难的课程 应该根据小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其水平的课程 以避免给小学生带来过大的学习压力和负担 三 了解基本乐理知识 一 关于音乐基本元素和符号 小学生参加音乐培训的关键之一 是让他们了解音乐的基本元素和符号 这些元素包括旋律 节奏 和弦和音调等 它们是音乐构成的基本要素 为了帮助小学生了解这些元素 教师可以通过一些简单而有趣的活动 如唱歌 跳舞和打节奏等 让学生亲身体验和感受这些元素的不同特点 同时 教师可以使用音乐符号卡片 绘画和游戏等方式 让学生学习和理解音乐符号的意义和用法 以便他们更好的阅读和演奏音乐 这样的互动式学习方式 可以帮助小学生更加轻松地理解音乐基本元素和符号 增强他们对音乐的兴趣和热情 二 熟悉基本乐理知识有助于提高学习效率 熟悉基本乐理知识是小学生学习音乐的重要基础 对提高学习效率有很大的帮助 首先 了解基本乐理知识 可以帮助小学生更快地理解和掌握乐曲的结构和特点 提高记忆效率 其次 基本乐理知识也可以帮助小学生更好的理解和表现乐曲的情感和意境 提高演奏技巧和表现力 此外 熟悉基本乐理知识还可以帮助小学生更好的与其他学生或音乐家进行合作和交流 更好的理解和实现乐曲的合奏和演出 因此 在音乐培训中 要注重基本乐理知识的教学和学习 让小学生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逐渐提高学习效率和表现能力 四 练习乐器技能 一 掌握正确的乐器演奏姿势 小学生在学习乐器的过程中 正确的演奏姿势非常重要 不仅可以提高演奏的质量和效率 还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身体伤害 以下是一些建议 可以帮助小学生掌握正确的乐器演奏姿势 一 坐姿正确 大多数乐器的演奏都需要坐姿 小学生应该注意保持直立的身体姿势 脊椎应该挺直 双脚平放在地面上 二 手指位置正确 小学生应该注意手指的位置 手指应该自然地弯曲 并且按照正确的位置按键或弹弦 对于吹管乐器 手指需要按照正确的位置放在管子上 三 口型正确 对于吹管乐器 小学生应该注意嘴唇和口型的正确 以确保音调正确和气息的充分利用 四 声音控制正确 对于打击乐器 小学生应该注意力度的控制 以免演奏过度或不足 在乐器演奏中正确的姿势是非常重要的 小学生需要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不断练习 才能够掌握正确的演奏姿势 提高演奏技巧和水平 二 坚持每天练习 积累技能和经验 让小学生能够坚持每天练习 是培养他们音乐技能的关键 以下是一些建议 一 制定具体计划 帮助小学生制定每天练习的具体计划 包括时间 目标和内容 这将使练习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并有助于它们逐步提高 二 保持具威性 鼓励小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曲目 这样能让他们对练习保持兴趣 同时可以通过练习不同曲目 探索不同风格和尝试新技能 来增加乐器演奏的具威性 三 设定小目标 鼓励小学生设定小目标 并在完成时给予适当的奖励 这样可以增强小学生的成就感 并有助于它们保持动力 四 提供正反馈 及时给予小学生正确的指导和肯定 如果它们犯了错误 可以引导它们进行修正 但不要过于严厉 正确的肯定和鼓励 可以增加小学生的自信心和动力 五 与他人分享 鼓励小学生在演奏中 与他人分享他们的音乐成果 例如在家庭或学校音乐会上演奏 这样可以增强小学生的表现欲望 提高他们的自信心和技能水平 五 提高音乐表现力 一 熟悉不同音乐风格的特点和表现方式 对于小学生来说 熟悉不同音乐风格的特点和表现方式 也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可以通过听不同类型的音乐 例如古典音乐 流行音乐 民间音乐等 来了解不同音乐风格的特点 同时可以向音乐老师请教 让老师给他们讲解 不同音乐风格的演奏技巧和表现方式 此外 小学生也可以参加一些音乐比赛和演出 通过观摩其他学生和专业音乐家的演出 学习不同音乐风格的表现方式和技巧 在熟悉不同音乐风格的基础上 小学生还可以尝试自己创作音乐 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探索不同的音乐风格和表现方式 通过不断的练习和创作 小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掌握 不同音乐风格的特点和表现方式 提高自己的音乐水平 二 注重节奏感和表现力 让音乐更有感染力 小学生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 除了学习基本的乐力知识和技能外 还需要注重培养良好的节奏感和表现力 这可以让他们的音乐更具感染力和艺术性 以下是一些建议 一 坚持练习节奏感 小学生可以通过多听音乐 跟着节拍器打节奏等方法 来加强自己的节奏感 同时在演奏乐器或唱歌时 要时刻保持节奏感 注意与伴奏的协调 二 注重表现力 小学生可以通过模仿专业演奏家或歌手的演奏风格 了解不同音乐风格的表现方式 逐渐培养自己的表现力 同时要注意演奏或唱歌时的情感表达 通过细腻的演奏技巧和情感表达 让音乐更加生动有力 三 多参加表演和演出 小学生可以通过参加学校的音乐会 文艺会演等活动 展示自己的音乐才华和表现力 同时也可以通过这些活动来提高自己的演奏和表演能力 四 多听 多看 多学习 小学生可以通过听各种类型音乐 观看音乐会 音乐视频等方式 了解不同音乐风格的特点和表现方式 同时也可以从中学习各种演奏技巧和表现方法 来丰富自己的音乐素材和技能 六 培养音乐欣赏能力 一 探索不同音乐类型和文化背景的音乐作品 小学生可以通过多样化的音乐体验和学习 探索不同音乐类型和文化背景的音乐作品 首先 可以通过参加音乐节 音乐会等活动来接触和了解不同类型的音乐作品 其次 可以通过互联网等资源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音乐作品 并结合自己的兴趣和风格进行尝试和演练 此外 可以通过参加音乐比赛和唱团等音乐活动 来锻炼自己的表演和演奏能力 更好的理解和表现不同类型的音乐作品 通过多元化的音乐学习和体验 小学生可以更好的理解和欣赏不同类型和文化背景的音乐作品 同时也有助于提高他们的音乐素养和综合能力 二 培养对音乐的欣赏和鉴赏能力 培养小学生的音乐欣赏和鉴赏能力是音乐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 以下是几个建议 一 听音乐 让小学生多听不同类型 风格 文化背景的音乐作品 可以组织音乐会 听音乐会 听唱片等 引导他们关注音乐的趋势 旋律 和声 节奏 契乐和声不等 二 分析音乐 在欣赏音乐时可以引导小学生分析音乐的结构 形式和特点 帮助他们理解和感受音乐的内在规律和美感 三 了解音乐背景 让小学生了解音乐的历史 文化和社会背景 帮助他们理解音乐的内在意义和表现方式 四 演奏音乐 让小学生在演奏乐器时加强对音乐的理解和感受 帮助他们掌握演奏技巧和表现力 提高音乐欣赏和鉴赏能力 五 欣赏比赛 可以组织小学生参加音乐比赛和评比活动 让他们更深入地了解不同类型和风格的音乐作品 并加深对音乐的欣赏和鉴赏能力 通过以上方法 可以帮助小学生逐步培养音乐欣赏和鉴赏能力 提高他们对音乐的理解和感受 进而更好地发展音乐兴趣和爱好 七 注意身心健康 一 避免过度练习和疲劳 对于小学生学习音乐 过度练习和疲劳是需要避免的问题 为了避免过度练习 家长和老师可以帮助孩子制定合理的练习计划 控制练习时间和频率 避免一次性练习时间过长 此外 鼓励孩子进行有规律的休息和放松活动 以保证身体和大脑的休息和恢复 疲劳也是需要注意的问题 孩子们还处于生长发育期 如果长时间练习可能会导致肌肉疲劳和身体的过度使用 因此要注意和力安排练习时间和强度 以及加强营养补给 在练习时 需要注意正确的姿势和呼吸方法 以避免过度疲劳和对身体的不良影响 除此之外 家长和老师还可以通过鼓励孩子参加音乐会和表演活动 提高孩子的表现自信心和表现能力 同时增加孩子对音乐的热爱和信心 避免过度练习和疲劳对孩子的消极影响 二 保持良好的心理和生理状态 让音乐成为健康的爱好和习惯 小学生学习音乐不仅需要关注技能的培养 还需要重视心理和生理的健康 在音乐学习的过程中 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和身体状态 不仅可以提高学习效率 还能够让音乐成为一种健康的爱好和习惯 首先 小学生需要注意保持良好的情绪状态 学习音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在学习过程中 遇到困难和挫折是很常见的事情 因此 小学生需要学会正确处理情绪 不要因为一时的困难而放弃 家长和老师可以多和孩子交流 帮助他们理解音乐学习的意义和睦 鼓励他们坚持不懈的学习 其次 小学生需要注意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 学习音乐需要长时间的坐姿和手部练习 容易造成身体疲劳 因此 小学生需要定期进行身体活动 如散步 慢跑等缓解身体疲劳 此外 小学生还需要正确使用乐器 掌握正确的乐器演奏姿势 避免乐器使用不当 引起的身体不适 最后 家长和老师还需要关注小学生的学习负担 适当的学习压力可以促进学习进步 但是过度的学习压力容易造成身体和心理上的负担 因此 家长和老师需要根据小学生的实际情况 适当减轻学习负担 让学习变得更加轻松和愉快 同时还需要注意小学生的睡眠质量和饮食习惯 保障他们的身体健康 八 节育 一 小学生参加音乐培训的秘诀和建议 对于小学生参加音乐培训 选择适合自己兴趣和特点的课程类型和难度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熟悉基本乐理知识掌握正确的乐器演奏姿势 坚持每天练习 注重节奏感和表现力 探索不同音乐类型和文化背景的音乐作品 以及培养对音乐的欣赏和鉴赏能力也是非常关键的 此外 小学生还需要注意避免过度练习和疲劳 保持良好的心理和生理状态 让音乐成为健康的爱好和习惯 通过以上的秘诀和建议 小学生可以更有效地提高音乐学习的效率和成果 享受到音乐带来的快乐和成就感 二 鼓励小学生积极参与音乐培训 享受音乐的美好和乐趣 鼓励小学生积极参与音乐培训 享受音乐的美好和乐趣 是培养他们音乐兴趣和素养的重要途径 首先 可以通过培养他们的音乐欣赏能力 让他们了解不同类型的音乐作品 并引导他们自己寻找感兴趣的音乐类型和作品 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 其次 可以定期组织音乐会 比赛等活动 让他们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演奏技巧和创意 增强自信心和成就感 此外 家长和老师也要给予他们充分的支持和鼓励 建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和价值观 让他们把音乐学习当作一种快乐和成长的方式 最后要让小学生明白 学习音乐不仅仅是为了成为专业音乐家 更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欣赏 理解和享受音乐 从而让音乐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大声 字幕志愿者 杨核一怀